最后我再奉送两位候选人一段话 身为总统候选人是政治领袖 对任何个人团体或是政党的攻击 必须要依法有据 捕风捉影 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那侯市长如果真的有心改革黑金政治 贵党内黑金家族应该第一刀就要扫除下去 对国家社会一定有莫大的帮助 各位父老乡亲 我要感谢大家 37年来支持民进党 让民进党从草根当中诞生 成为有力的监督力量 也成为执政党实现理想 2016年和2020年 人民的支持给予了我们力量和机会 让蔡英文总统有机会带领国中华民国台湾 推动转型改革 也落实我们长期坚持的社会价值 让国际社会认定台湾是一个文明 勇敢而且值得尊敬的国家 2018年跟2022年的挫败 也带给我们深切的反省跟检讨 这些都是民进党继续前进的重要力量 感谢你们大家 民意就是我们的养分 对政府对政党对政治个人 通通都是如此 我不是赖神 我跟许许多人一样都来自频繁的家庭 过去我从医时 我从病人的痛苦跟需求当中 精进医术也回馈照顾他们 我从政之后也从民意当中检讨 反省改进 补足自己的缺失 让我在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 能够称稳国家的需要 让国家能够前进 近30年来 我从明代到地方中央的行政历练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未来我跟美琴 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有效能的政府 照顾全国每一个父老相亲 另外我也要感谢台湾人民 支持蔡英文总统领导的团队 也要感谢坚守岗位的军工交通人 更要感谢广大的社会大众 我们共同努力 已经让国家走进了正确的道路上 这8年来 我们选择务实外交国防自主的道路 让台湾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支持 我们选择了经济转型 能源转型 让台湾在全球的产业供应链上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让2050静零转型做好准备 我们选择了年金改革 以及婚姻平权 我们彰显了世代的正义 同时也支持年轻人的进步价值 我们选择了扛起家庭生养的责任 以及居住正义 我们把经济成长的果实 分给广大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 我们也选择了认同中华民国台湾的道路 团结每一个族群 团结每一个世代 在面对中国威胁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共同面对各项的挑战 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 属于台湾的时代 一个更有文化自信 更有国家尊严的时代 一个摆脱依赖中国的经济 一个不再屈服于中国压力的时代 一个让政府扛起更多责任 接触每一个彷徨 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个人 我们看见了未来 我们也掌握落实新的价值 台湾好不容易走上了这条道路 绝对不能够再走回头路 赖清德和肖美群 会持续在这条道路上 让台湾走得更稳 走得更远 我们会打造有利的政府 不分党派 用人为财 倾听民意的期待 团结所有的力量 让中华民国台湾 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这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而是走向未来 或者是走回过去的选择 因此敬请权力国人 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支持2号美德配 让美德赢台湾 让台湾赢得美 也敬请支持民进党 提名的候选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